首先感謝各位傳媒 辛苦大家 我是民建聯的會計界功能組別參選人王俊成 我今次參選的時候 就是希望將年輕不同的聲音可以帶入議會 亦都希望可以適時向政府反映業界 對會計行業的改革或者監管提出意見 亦都希望可以協助會計師去內地有更加好的發展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需要問 長達先生 因為之前民建聯宣佈了18人出選令 其實當中沒有人 但你現在出選民建聯的事情 即是被施設國人出選 其實我都很開心 其實民建聯去昨天11月1日 都去中常委通過了 就讓我可以代表民建聯出來出選 其實我加入民建聯都一段日子的了 我都看回那些紀錄是2014年年尾 2015年年頭加入了民建聯 不過一直都是去專業事務的 involvement 比較多些 政治上就比較少參與 所以一直傳媒曝光率就沒有那麼高 其實一直都有參選的意向 對上一次立法會的選舉 2016年其實都有這樣的想法 內河那時就比較年輕 真是比較小一些 那時都是剛剛三十一二歲 覺得都要去業界有多些磨練 跟著才出來參選 正正今次的時候 都有跟身邊的朋友 業界的前輩 家人 爸爸媽媽商量過之後 都有為業界 為香港做一些工作 就決定出來參選 提名人都暫時就不太方便 因為都沒有拿到他們的認可 即是許可的concent去公佈 可能稍後傳媒都可以回政府那裏查詢 提名都不難拿的 因為始終有不同的界別 我除了去專業的界別之外 去地區或者不同的義務工作 其實都認識一些不同界別的朋友 其實所以都相對都不難拿的 你拿了幾多個提名 提名人是否全部都是民之丸的人 還是黨外人士 有黨外的人士來的 我大死 Nelson是其中我一個 第二界別的提名 我不是民之丸 Nelson 是2012年的參選人 是 其餘的人士是否民間 我又沒有甚麼做統計去深究這件事 是 你怎麼看現在說 政府要收回會計師的法牌 現在其實通過了FRC的條例 即財務會報局的條例 其實是將會計師特別是做上市公司的 即不是上市 將一個執業會計師簽發核數報告監管 和一個質量檢視的功能 變了去FRC 但其實現在還是會計師公會 做一個教育 發牌 或者做一個註冊的功能 你會不會 就是如果政府未來 如果一日將那個法牌 收回 收回的話 你會不會 你會覺得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公會 提出的法牌 其實會不會有很多 你不知一難做的事 我想時代的轉變 這個 其實以往一直由1973年 會計師公會成立到現在 其實是做一個法牌監管 教育 考試的功能 都集很多不同的功能去一身 其實去外國不同的地方 其實都會將這些部分的功能 去回當地的FRC 即是Commission 當地叫Commission 不是叫Council 如果是會需要政府去考慮 做這個法牌監管的時候 我想這個 正是立法會議員需要做的事 我們應該要廣泛諮詢 不單是業界 公眾、市民 或者其他的持份者 應該都要得到充分的考慮 和他們意見得到反應 OK 好,Thank you 麻煩各位 我們今天都是業界朋友 可以和我 好